这个男人只是想把真相告诉电网公司 等待他的不是电网的老总 而是一群KSK人员 他们全被武装将保罗给抓走 接下来 他被带到德国一个秘密证人保护所 其实这个也说明 德国内部有人特意想把这件事给压下来 因为他们跳过了德国联邦调查局 我们继续看看这些背后 到底藏着什么阴谋 一个非常老道的调查员老顾 开始对保罗审问 此刻的保罗所有的底细都已经被知晓 他以前是一名非常有名的黑客 曾经就是因为揭露政府的丑闻 被逮捕过 他们现在非常怀疑 这次的大停电就是保罗在背后操纵 但是保罗却根本不理会这些无端的猜测 而是将自己知道的全部信息给老顾说 并警告老顾 这次的停电绝对不是仅仅针对德国 而是整个欧洲 就在他们这次的对话之时 保罗的家里已经被彻底翻个抵朝天了 哪怕一个相片都被收走了 在给保罗安排的一家非常隐蔽的酒店里 他们也安装了监视的装备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所做的一切 被一名美女记者给看到了 画面回到昨天夜里 两个女孩联系不上自己的妈妈 非常害怕 就在大家都撤离的时候 他们躲了起来 因为妈妈曾经告诉自己 如果走丢了 不要乱跑 要在原地等待 而他们一直被一个古怪的大叔给盯上了 他找到两个女孩 并花言巧语说自己是好人 就住在附近 家里有可爱的猫猫 还有可口的饼干 并邀请两个女孩去自己的家 涉事上前的女孩 最终还是相信了她 或者他们更加想去看看那个可爱的猫猫吧 与此同时 丽娜经过一夜的忙碌 终于抽空来寻找自己的两个女儿 她首先来到安置点 通过打听 并没有发现女儿 然后打听到火车的具体位置 又亲自来到车厢检查 此时的女孩已经来到古怪叔家里 正在吃着早饭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家门店是一个猪肉店铺 找不到孩子的丽娜彻底慌了 利用关系 迅速对附近的树林 进行地毯式搜索 而她还必须要回到工作岗位上 一大堆的问题 已经向她扑来 通过一夜的检查 电网公司那边 没有发现任何停电的原因 所有的设备都是正常 他们还需要继续检查 丽娜听到这样的汇报 彻底傻了 如果不能恢复电力 那么所有的这些发电 就全部需要柴油来完成 而第二天的人们 并不会为了抢夺柴油而暴乱 但是丽娜已经看到了危险 因为柴油的数据已经出来了 市面上的柴油 只够全是供电一个星期 他们必须要调动国家能源储备 才能度过这次危机 当她把这些数据 给能源部长说的时候 能源部长却十分淡定地说 她这些储备的2.5亿吨的柴油 可不是给发电用的 而是为了未来的战争的时候用的 而首相在问到此事的时候 丽娜还是将事情说了出来 面对只有一个星期的柴油供应 如果电力找不到源头 不能解决 那么整个国家的暴乱必然会到来 所有的人全部都被这样的推断慌乱 而首相也相信了她的话 画面再回到保罗这边 老不将房间的钥匙交给保罗 然后就离开了 她需要把调查保罗的事情 给上面去报告 就在这个空档 一名自称是记者的安娜 主动走了过来 她需要保罗 能把知道的真相全部说出来 然后让世界知道真相 保罗说 现在都停电了 你拿什么去报道 安娜说 我们有备用电源和柴油储备 还够我们一个星期的使用 这个数据和丽娜那边得到的信息 基本是一致的 保罗也知道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她立马就将安娜带走了 并对安娜说 让我们一起把城市再次点亮吧 而她不知道的是 不但没有点亮城市 更大的危险已经靠近她了 通过保罗在电视上的揭露 将国家电网被黑客攻击的事说了出来 老布得之后果然大怒 他气急败坏地赶过来 因为这个报道已经发出 整个城市都暴乱了 在这样的情况 人们的神经 可以是任何一件小事 都能彻底乱了 想一想你一天手机连接不上网 玩不了游戏是什么感受 想一想 你一天联系不上客户是什么心情 想一想 一天都只能坑馒头是什么味道 暴乱是迟早的事 而老布却认为 是保罗的话导致的 就在质问保罗的时候 保罗却说出一个非常惊人的推断 只有这些暴乱 才会让上层重视 这次的大停电影响会有多大 而且保罗相信 大停电只是一个开始 后面有一个更加恐怖的阴谋 还没有露出水面 老布听着这样的话 也是被震住了 与此同时 丽娜也看到了保罗的揭露真相 看来老布这边的隐秘行动 还是泡汤了 保罗将会面对怎么样的局面呢 丽娜和保罗 终究还是会见面的 一切都如保罗猜测的那样 这些部长 都只想着各自的利益 那么两个女孩 是不是被杀猪的大叔给绑架了呢 丽娜能否找到自己的两个女儿呢 国家能不能动用 2.5亿吨的储备资源呢 请跟着我的讲解 继续看保罗的结局 给你说故事的就是我 我就是KD